四個人臉都綠了 直接求主 根本是天堂啊 幹 是不是有燈那個肉餡了 有 那你是不是要喬一下 好 OK 大家好我是Gasen 距離我畢業已經經過大概一個禮拜 然後呢 這陣子我整理出了一些 完全沒有用的廢物 就是說 我曾經在高中買了它 但是畢業之後就沒有用了 所以今天的主題就是 今天主題是什麼 我在高中買了東西 畢業之後好像就變廢物 啊幹好爛 我在高中買了東西 畢業之後就沒有用了 你為什麼要把燈關掉 我在畢業 所以今天的主題就是 我在高中買了東西 畢業之後就沒有用了 第一個 透明鉗筆盒 我跟你講 這個版沒有打算要買 那個時候呢 瀕臨學測 大家呢 在學測的最後一天 都往書局跑 買這個東西 我那個時候呢 本來想回家睡覺 但是為什麼我要去買 我看到大家都在買 所以我就過去買 幹不要噴啊 就是這麼簡單的原因 為什麼要買它 到底為什麼要買它 我買它使用時間長達兩天 請問一下 你有買透明鉗筆盒嗎 沒有 完全不需要 為什麼 為什麼你會不需要透明鉗筆盒 因為我只需要一支筆 這東西 太沒用了 果然是教大聲的回答 沒有 其實我原本想要只帶一支筆進去的時候 但是 我可知不了自己心中想花錢的慾望 學測錢的手都會特別養 就買了它 超莫名其妙 這是我的第一項物品 第二項 泡麵丸 就是因為 身為一個高中生 在 剛入學的時候 會吃便當 但是 因為近幾年來 便當一直漲價 搞了我 錢包都已經快空了 你知道嗎 手頭很緊啊 所以我就毅然決然買了泡麵碗 因為 買便當那麼貴 泡麵一碗才二十幾塊三十幾塊 那是碗裝的 但是 如果換成那種 袋裝的 一個只要十幾塊 二十幾塊就解決了 幹 還不值嗎 這樣省下很多午餐錢 而且我還買了這個 可以立的 跟你講 這個正好出來 吃乾麵的時候 你就把湯倒進去 然後麵放在上面 這樣就解決了 多爽啊 哇操 幹我真的是很聰明 總之 這就是我第二個物品 再來就是我們第三項物品 這是瑜伽墊 然後這是枕頭 因為在冰淫學廁的時候呢 我們教室有一個櫃子 然後 每天下課或中午的時候 就是上面那邊坐一個人 不是 睡一個人 然後在那邊睡 有時候就一霸彈就霸彈整天 我跟你講 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也想睡覺好不好 我 我就沒有睡覺的權利嘛 我 我也是學測生的耶 我也要睡覺好不好 學測生的壓力是非常大的 所以 那種睡眠 睡眠的那個細胞也是 一下課 那個中山響 馬上就揮發出來了 墊子一噗 枕頭一放 倒下來 舒服 十分鐘夠 精神飽滿 直接繼續讀起來 雖然說 我的學測分數 可能就是因為這樣被我睡走的 幹 買完之後畢業收拾完 今天才發現 我到底買這個幹嘛 枕頭 然後又一個瑜伽墊 我平常看起來像是會做瑜伽的人嗎 自行想像 意義在哪裡 好 下一個 再來是最後一樣物品 也是我最 不知道 可以拿來幹嘛 就是 麻將 就是 真的超屌 就是 一個很小的麻將 那個時候 正直高二 我們班非常瘋神來野 上課下課都在玩 但是好幾五場 我們班到那個時候 不知道 怎麼了 可能是我們開玩手機了 直接 手機禁令 你直接手機鎖起來 大家都不能玩 老師就很義正言辭的說 拜託你們不要再玩手機了 我就很耍嘴皮子 我就直接告說 你不讓我們現場打麻將 我就這樣帶麻將來打 跟你講 我高中生就是有這種叛逆 老師不讓我打 我就偏要打 於是我就直接買了 買這個 超屌 跟你講 我們在那邊呼籲 校過的還是要遵守 不要在學校打麻將 我跟你講這是不好的行為 對不起 對不起 跟我老師公說的校長 跟高中對不起 蛤 所以呢 我跟你講 反正呢 我就是買來了嘛 我們那個時候呢 就是 中午打 放學打 每天喔 這是固定行程 我跟你講 好死不死 我要分享一下 我跟你講 那個時候 正時呢 剛好是 村轉下 學校冷氣剛要運行 然後呢 就是有派人來測試冷氣 我們那時候就 悠閒的打著麻將嘛 舒服的吹著冷氣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 那時候的老師 把那個窗簾全部關起來 造成整個教室都非常非常涼 我們四個人打麻將 簡直是 哇 天堂 快樂天堂 你知道在那個時候 超熱的情況下 你還可以吹冷氣打麻將 根本是 天堂啊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 打著打著 欸 突然有個開門聲 開門 嗚嗚 開門 哇 一個人走進來 叫官 我跟你講 四個人臉都綠了 呃 直接 修主 叫家長 寫回過書 不好的經驗 大家不要學 這是一個 壞學生的經驗 喔不要 我真的真的不要這樣 可是 麻將 很可愛 還是推薦一下 可以買 就買來 紀念用 你根本平常用不到 你也不會打那麼小的麻將 這真的超可愛的 呃 再給他看一下 王美首飾 根本沒有用王美首飾 在有對角嗎 看完今天 高中生 呃 現在不是高中生 呃 畢業生分享 如果你 你也覺得 你有什麼東西 在高中買 但畢業之後就沒有用 歡迎可以 底下留言 嗨 然後 我是Gasen 記得訂閱 按讚訂閱加分享 好 開啟小鈴鐺 我是Gasen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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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